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有三十刻度工作室制作 我是林宇 也是何家荣 两千四百四十七集 不错 其实一开始 你说我们的人 看到他接了电话之后 立马往这边赶 我就心生怀疑了 是不是打电话的人 故意让他过来试探我们呢 而且他刚才进入 中医医疗机构的时候 实在是太过绝了 根本就没有丝毫的停顿 刚才他在市里 转了那么多圈 现在竟然一圈都不绕 是不是有点太不正常 对呀 听到林宇的分析 韩冰顿时恍然大悟 刚才在市里的时候 张一棠谨慎得不行 光兜圈子多了两三个小时 现在到了林宇的地盘 应该更加谨慎警惕才对 怎么就如此轻易就进去了 而且还敢摇下车窗来抽口烟 这分明就是生怕别人不知道他在这儿 我差点被这小子给骗过去了 韩冰握着拳头用力地砸下方向盘 他气愤地说道 他来这儿分明就是故意试探我们 看我们到底有没有盯上曾林 有没有盯上楚家 说到这里 他脸色一白 不由有一阵后怕 幸亏刚才林宇及时支支住了他 否则一旦他叫来军情处的人 只怕就会前功尽弃了 林宇看了一眼时间 他沉声说道 如果我不出所料的话 再过一会儿 他就该出来了 到时候他应该会直接去真正的交易地点 果不其然 他说这话还没几分钟的 张义堂所驾驶的那辆银色轿车 迅速地从医疗机构里面驶出来 不过他倒是没有急着离去 行驶到路口之后 直接一个急刹车停了下来 摇下车窗四下里扫视了一眼 眼神犀利满是警觉 很快他便注意到了 寒冰和林宇所在的这辆车子 他眯了眯眼睛 盯向这边 两道目光宛如毒蛇一般 正好射向了坐在驾驶室 和副驾驶室的寒冰和林宇 林宇看到这一幕 眉头紧皱 心里不幽默地提了起来 不用担心 我们的车模经过特殊处理 他从外面看不清的 不过我们这辆车只怕不能开了 必须得换车跟他 另外 我们刚才跟他来中医机构的队员 也不能再跟了 所以我们必须得从里面 再吊一辆车 我这就给李震生打电话 百人图说着 立马掏出了手机 给李震生打去电话 张义堂眼神阴冷地 盯着这边看了半上 没有什么异样 他才重新发动了车子 直接朝着前面路口冲了出去 怎么样 李震生什么时候能出来 很快 他就在停车上 百人图急忙说道 他话音刚落 一辆白色的轿车就从中医医疗机构里面 飞窜出来 车里面坐着的正是李震生 韩冰立马发动车子 飞速冲过去 到了眼前之后 他和林宇 百人图 立马跳下车 顾不上跟李震生多言 一把将他拽下来 钻进了车内 迅速地 朝着张义堂消失的方向冲过去 期间 韩冰还不忘打电话 让技术部门调查附近的监控 确认张义堂所驾驶的银色轿车 刚才并没有任何的停留 韩冰这才放心地追了上去 因为担心 被张义堂发现 韩冰一路跟得很远 而且一直保持着车子 挡在他们和张义堂之间 始终没有让张义堂 看清楚他们车子的全貌车号 让他察觉到自己被跟踪 不过张义堂实在是太过警觉了 虽然出了中医医疗机构 便一路往郊外跑 但是仍旧时不时地 在几条小路上兜个圈子 好在韩冰经验丰富 既没有被他察觉 也没有被他甩掉 如此反复几次 张义堂方向一变 静止朝着郊外急速逝去 很快便上了高速 一路南下 他这是要离京了 韩冰皱了皱眉头 看了一眼导航沉声说道 还有十公里就彻底驶出京城的地界了 莫非万修的人 约了他在外地交接 这样的确会更安全一些 会不会他是故意的 可能跟刚才进中医医疗机构一样 是在试探我们 应该不会 郊外太过空旷 既不利于逃走 也不利于隐蔽 我倒要看看 他到底能玩出什么花样来 百人图 瞇着眼睛冷声说道 很快 张义堂的车子便驶出了京城的地界 直接进入到南边的林市郊外 并且 没有任何停留的椅子 仍旧在高速上继续地狂奔 而因为此处相对偏僻 行驶了一会儿 高速上的车辆骤然减少了许多 这让韩冰他们的车子 变得异常乍眼 而这个时候 张义堂的车子 突然驶入旁边的车道 并且不停地制动 速度迅速地放慢下来 很快便与韩冰他们的车子 并行了 不好 路上车子太少 他好像察觉到我们了 韩冰脸色陡然一变 慌忙提醒道 果不其然 张义堂驾驶的车子 与林宇他们的车子 平行之后 速度立马稳定下来 似乎刻意 与林宇他们的车子 保持平行 而且 透过半透明的车窗 依稀可以看到 车子里的张义堂 正转头看着这边 保持速度 不要解锁 此时 后座上的百人图 冷声冲韩冰提醒 不要受他的影响 韩冰点点头 神色也立马镇定下来 仍旧保持前进的匀速 张义堂的车子 与韩冰他们 并行了一段时间之后 突然降速 瞬间被甩到了后面 距离拉得越来越远 继续保持速度 他是在试探我们 百人图说着 扫了一眼导航 指了指前面 陈生说道 前两公里就是服务区了 到了服务区之后 我们直接进服务区 直接进服务区 韩冰不由地微微一睁 吉一声说道 进了服务区 我们还怎么跟踪他 他如果一直跟在我们后面跑 我们同样没法跟踪他 如果我们现在解锁 跟到他屁股后面 那无异于是直接跟他承认 我们再跟踪他 要是我们不降速的话 一旦他下了高速 我们也根本没法掉头回来 倒不如先去服务区 从服务区重新争吊一辆车 跟在后面继续追他 听到他这主意 韩冰眼前一亮 瞬间明白过来 用力地点点头 心里不由地感叹 在跟踪这方面 他这个军情处的中队长 还不如人家百人图经验足 反应快 不得不说世界顶级杀手 绝非浪得续命 随后韩冰稍微加快了些速度 到达服务区之后 直接右转 拐进了服务区里面 而他们拐进去不多时 跟在他们身后的张艺堂 嗖的一声便冲了过去 看到林宇他们的车子 进了服务区 张艺堂这才彻底大笑了顾虑 用力一踩油门 再次提速 朝着前方急速行驶 他提速了 我们必须尽快 征用一辆车子追上去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